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蜗牛赛囚图》 我是导主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刚到这个营地的时候 在入口那里造车 一不留神把这个车造到沟里去了 右侧那边的轮子就彻底的掉到沟里去了 再往上开怎么也开不出来了 当时也是天有点暗了嘛 所以我也想了一个办法 试了一下 真的还把它给开出来了 具体什么办法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的前车呀 就配了一个这个拖车绳 大概长度应该是四米的 一个大概四米的一个拖车绳 这个前车的时候就有的 然后这次就派上用场了 我是怎么做的呢 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假设我的挂车的右侧轮 掉到这个坑里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先把一个石头 找一个大一点的石头 把这个车轮呢给它掩住 这里用我们这个拖车绳呢 一头呢挂在这个 这个挂车的三脚梁这里 黑字梁挂在这里 这边呢就是挂在我们的这个 前车上啊 前车后面的这个救援车嘛 那个拖车沟上 然后这样往前开的时候呢 自然那边的轮就出坑了 如果我们挂车的两个轮都掉坑里怎么办 如果我们那个路啊 中间足够大的话 还是按这个方法 一边一边的 然后把这个轮移出来 首先比如我们先把那个 右边的轮移出来 就把左边这个轮用石头给它掩上 然后呢挂在这个A字梁上 把它往这边拖 用车腾着拖 不是往前拖 是这个方向拖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右侧轮就出坑了 出坑了之后呢 把我们的那个右侧轮再用石头 给它掩上 然后 反方向 往另一个方向再拉 这样的话 我们的左侧的轮也就出坑了 那还有一个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么呢 就是 还是这个营地 这都是我真实的一个经验分享 就是因为它就是沙地 大家看到了没有 然后我的前车就是一个前驱的两厢小车 它对这个抓地力啊 各方面的在沙地行驶可能效果会差一点 对 会陷进去 对 然后上次呢真的陷进去了 就是在我们前车进去的时候 往后车呢可能也陷到沙地里 然后前车也陷到沙地里 这个时候我们前轮是打滑的 出不去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需要把后车 前车 把它分开 然后小妈妈先把前车开出去 往前开一段啊 开个机密 开到这个已经出了沙坑的位置了 我们还是把这个拖着绳挂上 然后直着往前拽 这样的话呢 你就有可能会把它拽出去了 还有一种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每当我们就是 像刚才这个方法呀 在拽这个后车的时候啊 后车出坑的时候 一定注意就是要把这个高度降下去 我前车的这个救援这个拖车沟的高度非常低 如果你拽的时候啊 你看这个高度如果是非常低的话 那前面这个小轮啊 它会支撑很大的一个力量 这样对它来说有个损耗了 可能会把这个支撑的小轮拖坏 所以那个时候一定要把它降下去 降到和那个前面那个车的沟尽量一平 那如果降不到的话 尽量降到最低就好了 这时候拽的话就减少最小的一个伤害 那天也就是在入口那个里吧 就是一个很大的坑 我带大家去看一下那个坑有多大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的营地啊 我的车就停在这里了 对面就是大海非常的漂亮 那之前呢 我是在这里倒车 就是在这里 看到没 就掉了这个坑里了 就在这个坑里 然后怎么也出不来了 然后我的方法呢 就是像刚才给大家介绍的那样 原来是这样开 开不上去了已经 前轮打滑 这个时候就把拖车钩摘开了 摘开了之后呢 把这车横过来了 然后把右侧的轮子用这个石头给它掩住 然后用我这个车这样横着拽 这样一拽的话 然后这个这边的轮子就出坑了 出坑了之后 然后重新把这个拖车钩挂上 开进去的 因为这个拖车绳呢 也是之前我前车配的 当时也没想到这个挂车会用得上 当时灵机一动呢 确实把问题解决了 那这里呢 也提醒一下我们那个拖挂房车的小伙伴啊 这个我们玩拖挂房车的时候 这个拖车绳尽量配的长一点 那我现在这个是四米 我可能还要再配一个六米的 甚至是再买两个六米的 这样有个十几米 有什么好处就是刚才我说的 一旦后车入坑了 你可以有个距离把它拽上去 如果前车后车都入坑了 或者是兜置这个沙地或者泥地打滑了 这样就有一个足够长的一个牵引绳 把前车先开到可以着力的地方 然后呢 再把这个绳挂在这个挂车上 然后把它一点一点拖出去 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拖挂房车的小伙伴点点关注哦 拜拜